在很多人眼里,菲律宾和马尔代夫属于那种能瞎蒙就瞎蒙,生活尽量放轻松的典范,近来,这两个国家都不太顺心。 马尔代夫前总统乃希的向媒体透露,新总统范玉赫将退出2017年签署的中马自贸协定,而菲律宾则初心反对杜特尔特的声音,认为从大国拿到的前态上。 11月17日,印度首勒莫迪亲自参加了马尔代夫当选总统,萨绿赫的就职仪式,两人紧握双手弹笑风声,马尔代夫还承认印度优先。 这种带有刺激性的秀恩爱,无疑是做给人看的。萨绿赫此前就曾发表过类似马尔代夫正在被买下的言论,还声称,马尔代夫没有什么可以向对方出口, 因此自贸协定只对单方有利,像我们这样的小国与庞然大物达成这种协定,完全是严重的错误。 萨绿赫或许忘了,马尔代夫30%以上的游客来自哪里? 当马尔代夫发生单水危机时,又是谁比印度更早的雪中送炭?作为除了海产品和旅游业,没有什么支柱产业的岛屿国家,马尔代夫可供出口的东西本来就少。 如果得罪了主要客人国和援助国,受到的损失可想而知,即使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,单纯依靠印度也是非常危险的,因此马尔代夫几乎肯定不会全盘推翻前总统压名的决策。 萨绿赫作为温和派也会把稳定放在第一位,做出正确的选择,菲律宾的失望则不切实际的期望,出现一种像杜特尔特施压的声音。 2016年10月,他在访华时,签订了近240亿美元的援助项目,菲律宾有人认为仅仅到为了一小部分,而两年来杜特尔特将此当成一种层气来标榜,结果却没有拿出太多硬货。 事实上,温差产生于双方对合作方式的理解不同,菲律宾关注的是利等可取的大笔援助,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直接撒钱的打算。 11月20日中非公布了29项合作协议,其中一部分是谅解备忘录,而最受关注的无疑是关于南部海域的开探协议。 新销定的项目有四个,分别是向菲律宾单款进2.4亿美元建设新大坝,关于成立铁路咨询公司的招聘计划,还有两个是关于桥梁和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行性研究。 作为菲律宾第一大出口市场,第一大进口来源,国客第二大游客来源国,2017年双边贸易额比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,提升双边关系的正途是发展正常的经贸关系。 俗话说就急不就穷,菲律宾方面在维养非法武装时遇到苦难,临近大国会给予武器方面的援助,而当菲律宾遇到灾害时,临近大国也会第一时间实以援手。 但菲律宾如果想重新赋予起来,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,对菲律宾而言,最大的收获,莫过于确定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 如此之高的定位,因为这以后要实现的目标也很宏伟,拒绝非方直接要钱的手,实际上是对菲律宾真正的关爱。 如果菲律宾能够借此机会实现经济上的自立与自强,就可以在国际奔工中重新占据一个有利位置,最终实现产业生计,摆脱对费用的意外。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,可一旦度过然观就如同大吃甘蔗,见智佳境,真的猛事,敢于不装,菲律宾和马尔大夫应该清楚。 如果没有大国博弈的环境,缺乏资源,缺乏高素质劳动人口,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岛屿国家,到底能有多少人生的机会? 除了西方集团,内部的英国,日本,新西兰,还有哪个岛屿国家,能够慢入发达阶段? 国际社会的阶层固化如此严重,剩余的岛屿国家应该更清醒,更冷静。 亚太地区至今都没有形成得到普遍认同的安全框架,现在的秩序依然延期冷战模式,及美国极力遏制苏联的状态。 现在寻找一种新的平衡才是当务之急,带路倡议的严险国家虽然会被西方的宣传所迷惑, 但是也期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带来12万亿以上的经济效应。 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第一的内需和消费市场,就有了长线布局的空间。 小国一耍脾气,就能获得金钱补偿的时代已经过去,轮番敲诈已经不会收到任何实力。 阿闹分配是之前不正常状态下暂时出现的情况,所有相关国家都不要再惦记通过挑衅来获得收买, 需要让这些国家的民众冷静下来,思考长远的发展,而非短期的填上掉线饼,如果还觉得不满意。 这些小国大可不顾国际信誉,像马来西亚那样违反契约精神,看看西方其余的条件如何,不出意外的话, 它们会被发达国家拔掉最后一根毛,等到后悔时,发现浪费了太多时间和机遇,教训是好事,能够让它们学会正常成长。 反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